下面我们来对除业罐计算的结果进行后处理操作 首先我们来打开一下模型 计算的结果文件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除业罐变形的情况 选择deform shop 选择第三个 点击OK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除业罐的变形的图 我们同样还可以看一下除业罐它位移的云图 找到nodasoul 然后是位移tof solution 然后是总位移 点击OK 可以看到现在显示的是除业罐位移的云图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的总的应力 找到stress 然后是总的应力 接着我们来查看一下 我们设置一下等比例显示 等比例来显示总应力的云图 然后是size and shops 然后是选择1.0 true cycle 打对外抗中 我们来选择 等比例显示 对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